《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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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吉祥 源自佛教的《诚语浅解》小辑 《诚语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诚语》 《诚语》 《诚语》出自五灯会员 及清释敬安 八指投陀赞 解下小参 《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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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逢 却在十字阶头压守 十字阶头 禅宗指的是世间一切的时相 千锋顶上是出世间的理体 理性等的道理 传义是说 十字阶头 人来 欺来阳往 都是凡夫俗子 戊不相识 大家都看不见自我本来的面目 开悟之后 以清静心 看十字阶头的人潮 就好像站在高峰上面 往下看 对人生宇宙是彻底明白 一切发的真相 心中了言清楚 清末高僧 既禅大师 八指投陀诗集 解下小参一段 虚退良生 觉而抖手精神 向一年未生前 看过分晓 看得行不行之 坐不坐之 值得色灰晴冷 铁碧银山忽而推倒 便得无量安稳自在 到此时 真如十字阶头 遇见爹娘 说不出的恩怨 传义是说 禅者在繁杂 沉露时尚之中 忽然断尽烦恼 豁然开悟 顿见清静自圣 好似在十字阶头 遇见爹娘喜悦的心情 是用来比喻修行者 通过真正的修行 猛延开悟 得色本来的面目 佛法的真谛 那种的喜悦境界 两位禅师子 十字阶头的意思 佛法师都是说 未误道与误道之后的分别 误道之后 对佛法真相清楚了言 由于在十字阶头 遇到爹娘那种喜悦心情 能道法师认为 现代的人对这个诚语的解释是说 人生旅途中 好像面临逆境 或者复杂人际关系 就好像处身在十字阶头 人多车多的环境之中 少一大意 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心中惶恐不安 面对应该走的路 是不知怎样抉择 能道法师认为 现代的人解释十字阶头 多数是指 心中惶恐不安 面对应该走的路 是不知怎样选择 意思较为多 而与禅中的解释 是有所不同的 欢迎你将今天的分享 转发给亲朋好友 并且继续收看 《源自佛教的诚语浅解小辑的诚语分享》 祝福大家 平安无患 幸福安云 《源自佛教的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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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佛教的诚语》